我先讓他們上車坐好了 沒有啊 他們今天可能人太多了 他們有點失控 他也蠻好笑的我覺得 爸爸榮譽的日子 被想想 大抓狂 在家蠻好的啊 可是今天來 因為學弟學妹加上媒體 大哥大姐太多了 可能 不是我回來 對 可能他們有一點那個 被嚇到 感覺對大家很抱歉 看到這一幕很驚悚 你覺得今天是常會有失控嗎 對 因為 有 因為 對我來講 今天算是很特別的日子 我們清華國中有80週年校季 然後也在這樣的日子 舉行這樣高掛一次 對我來講 當然我現在在娛樂圈 以前 可能是從球員出生嘛 呃 在這過程中 我其實也一直沒有忘記 想要回饋母校 所以 能被學校這樣的肯定 我是覺得當然 非常的榮耀 可是就是今天 比較失控啦 就 因為想說 本來想要自己來 可是 我覺得這日子應該帶著太太 還有菲菲翔翔一塊 那菲菲翔翔也是第一次 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 可能嚇到 沒有啦 沒有啦 還好啦 對啊 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 那是瑋瑜就現在變成爸爸 因為你今天有沒有變什麼新技能 新技能嗎 呃 新技能 我們還是在學習啊 因為 對 對 因為那個新技能 我覺得 我們自己每天都在學習啊 因為也不知道要怎麼樣開始 養育這雙胞胎 從生下來開始 我們都當像學生一樣 然後一直不停地在他們身上 真的在學習吧 對 對 對啊 那個書包是因為泛泛的演唱會的那個 產品 然後廠商也特別幫他們做一個小書包 那未來 當然教育這個部分 媽媽可能她自己有她自己的想法 那我是希望泛泛 也可以讓他們多運動啊 對啊 然後就加入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加入籃球隊 那應該會有非常好 對 沒有 我覺得今天的那個儀式最好笑的是揭開的時候 那個 球衣是歪的 我覺得這也是 一種很特別的那個 怎麼講 大家會記住吧 對不對 對 沒想到揭幕是 雖然是一種搞笑 但是 又還蠻榮譽的這樣子 對 跟我的人生一樣幽默 我顯得這樣 自我調侃 真的蠻好笑的 對 對啊 就還是很替你感到 榮譽跟那個 驕傲 雖然菲菲想要是 一直在大哭失控 對啊 恭喜恭喜 老師 那今天會不會有講到 就是寫你的 情書給學妹的事情嗎 但如果就是 你寫給那個 范范情書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有啊 我包包裡面有 他寫給我的情書 很多錯字 哈哈哈哈 這就 我還是 也 我覺得文字的力量 現在應該慢慢消失了 那 我那個時候不激勇氣 我覺得寫情書這個 就像我做事情一樣 就常常把它當作是表白嘛 就是 一半一半這樣啦 表白失敗就 最多轉學嘛 哈哈 我那個 我當初在金華國中 寫那封情書也是 在國山下學期 因為知道 快學期末了 那畢業就沒機會 就是努力衝一把這樣子 可是實在還是被拒絕 那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異性緣就不太好 所以也設定自己目標 當然 第一個就是說 欸 未來可以當職業選手 打籃球 第二個就是我要 娶到 升學班的女生 這什麼奇怪 這什麼奇怪的劇 就是 要征服那種感覺 那以後會 教兒子自己 教爸爸的技巧 沒有 我 他們靠外型應該 比爸爸輕鬆很多吧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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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就是前兩年 就是比較不開心 泛泛這一部分 我再次聲明 我不希望人家看到我的外表 才跟我交往 哈哈 怎麼了 是不是想太多 是 是我的歌 什麼東西 你有聽說這個消息嗎 沒有 你說誰 恐龍 確定會來 確定會來 算了啦 再去 唉唷 那種遠遠欣賞就可以了 對 需要那個 對 我可能要 還是怪 怎麼想都怪 哈哈 哈哈